徐润生是兰县康义农妇产品加工有限公司董事长 也是县里乡里村里的致富能手 更是孝敬老人的模范儿子 多年来 为了给常年有病的母亲治病 她养过鸡 喂过猪 种过地 生活困难的时候 她还到附近的林子里采过柴虎 搬过磨果 打过山性 用这些山货来换点小钱给母亲治病 就是去世的比较早 奶奶一直跟着爸爸一起生活 整个家里头 青几年秋天不是很好 孩子有的 但是只有爸爸出门回来 带出个好吃的好黑的 首先第一点学到的 就是奶奶 先整个奶奶吃了这个 下面的孩子吃 她创办企业的动机很淳朴 一方面是为了挣更多的钱 给母亲看病 另一方面就是为贫苦的乡亲们 谋求一条新的发展出路 如今公司规模越做越大 村里面的闲散劳动力 在她的公司得到有效的安置 她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智富领军人 有一次母亲生病了 她赶快把手里的工作放下 带母亲去了县城医院 有一次不是奶奶难过的比较重 也不能测放 只能迷疲黑的书业的 我爸爸书业也不敢打个动 只能在那儿一直盯着一只守着 我爸爸听见奶奶书业书的考虑局 只能用明清公公 书一点一点的给擦擦去 个月等着炸明的书给擦开去 就一点点的慢慢来得上的 经过了几日的暖夜就上 自留了终于弄成好决定了 谢谢你 也能吃饭你 我爸爸打手饭 一口一口地给余所谢谢饭 黑夜书家的时候 给擦擦脸 擦擦手 给洗脑脚